那时 耶稣在某处祈祷 祈祷完了 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 主 请教我们祈祷吧 就像使者若看教他的门徒一样 他对他们说 你们祈祷时 要说 父啊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来临 求你天天赐给我们每日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愚痛我们宽恕所有规附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他还对他们说 假如你们当中 有个人半夜去找朋友说 朋友 借给我三个饼吧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刚从路上来到我家 我没有什么可以摆上桌子 吸他吃的 那人在屋里回答 必耐麻烦我了 门已关上 我和孩子们都在床上睡了 我不能起来拿东西吸你 但是我告诉你们 如果那人不顾有情 而不肯起身拿饼吸他 也会因为他不怕收地烦扰他 迫使他起身 吸他所需的一切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求 就刺吸你们 你们找 就能找到 你们敲门 就为你们开门 因为凡求的 必得到 找的 必找到 敲门的 门必会打开 你们中间有做父亲的 如果你的儿子要鱼 会把蛇当作鱼吸他吗 或者他要鸡蛋 却吸他一只蜴子吗 你们当中 即使是邪恶的人 也知道把好东西吸自己的孩子 何况天上的苦 岂不更要把圣神 赐予求他的人 咱们 这又是 感谢观看